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去旅行 歡迎大家來到帆船一日體驗 來帆船有沒有睡覺 就是這樣睡 不是吧 想帆船很Chill的嗎 救命啊 好暈 好暈 真是炸的 人渣 這次你猜我帶大家去哪裡 是帆船 開不開心 開心 近年疫情下 香港也不少人會租帆船出海 不過一次帆船體驗 成為4萬3元 為何這麼貴 我虧一些幫大家試試吧 我們現在就在銅鑼灣避風塘的碼頭 現在已經拍了一輛雙體帆船 來來來來來 上船上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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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這位就是今天我們這艘帆船的船長 Caden 這位就是Hollywood的Bill 24小時的雙體帆船 跳島體日出行程 最多可以8個人上船 即是每人除開大約5,300元 但是4萬3元究竟包些甚麼 首先是帆船船的設備 一走進去有個大廳 開放式廚房 兩邊還有三間套房 就是這裏了 沒錯 這張床是可以睡的嗎 可以睡 標準商人的4呎半床 酒店級規格 你看到我做甚麼 Kaden 我已經不想起床 你起床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天窗 或者晚上如果天清的時候 可以看到星星 對呀 可以看星星 我好喜歡這個 這個完美的百科羅 這艘帆船周圍都是窗 無求你每一秒都要看到海景 在廁所之外 都可以看到我天空 當然 你去私人的地方 我們就要散散 對呀 或者很近的家人就不介意 即是很近的家人 不在上面看著你的廁所 對一起去 多近都不會一起去廁所 這就是律官450的法國帆船 想問一下一隻帆船要多少錢 現在這隻船全身都要600萬左右 600萬 那我們就移手 對呀 對呀 對你來說 如果有錢買一架帆船 就買一架帆船 我就買一架帆船 我是 為何這裡是造了網 其實這個網是全船的賣點 這個網 當我們走船的時候 所有海風就會由底部吹上來 是很穩陣的 是很穩陣的 最大的重量就是三個成年 基本都不會有危險 平時在IG看到的水雀雷雷 在帆船上很輕鬆的就是這個網 我也輕鬆一下 首先我們第一個動作要迎風 要將我們這隻船 從去風的角度的零度 即是正翼風為位置 這個叫Main Helion 是負責升起這張反 不如你試一下 是否可以 會弄壞你的 不會 真的嗎 我盆起 你笑甚麼 你這麼厲害 你過來 加油 不過正常我想要弄大約二三百下 才上一張 二三百 可能也不可能 你上了大約一米左右 也有 但是那張帆的高度有二十米 不是吧 想帆船很輕鬆嗎 快一點點 要快 真是接力 我奶水 要出賣了 一張煮帆都根皮力盡 另一張帆都交給你們 旁行 很棒 很棒 現在我們一點都聽不到引擎聲 是啊 想問問你駕駛了多久 大概五至六年 以前爸爸媽媽是漁民 小時候同景在海島 我以前在陸上做工作 可能辦公室對著四面牆 或者城市 會感到很困惑 很困逼 但在海上面 無論多辛苦多長時間都好 看著海 其實休閒 和心胸是舒長很多 為了體驗大海的魅力 我們今天的跳島行程 會駛去大嶼山看海豚 再去長沙食 下午和看日落 第二天就會在船上欣賞日出 今天主要走大嶼山南線路 接下來香港有個大嶼山的遠景 趁它還未填海之前 我們盡量找珍惜資源 因為現在是海豚繁殖季節 由6至11月 還有2小時後的行程 我們回到這個分流 分流就是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 這就是傳說中的程碧村 這是當年說100萬人可以買到做業主 之後就丟空了 也少了很多人住 現在還有很疏落的船會進去 通常都是居民才會進去 但沙灘是一個公家地 但就不要上屋子打擾別人 我們現在來到分流 我們正在等待海豚 Kaden站起來 很努力地看海豚 但因為現在要遇到海豚 未必是這麼容易的事 因為海豚數目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要看到海豚真的要趕快速 看不到的話 我們再出一張 做一個動畫 有隻海豚在那裡 之後我們正式遇上 史上最嚴重的拍攝災難 救命啊 好溫 好溫 幫了他 一生人好兄弟 有你有我 這個故事教訓 大家真是遲一個速度吃藥 但剛才我們是成風破浪的感覺 簡直是求生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要忍同放棄這個港版夏威夷 是否有少少失望呢 大家 但不要緊 人生就是這樣 總是跟你預計的有些不同 四萬三元的體驗 就不包食物 你可以選擇駕駛船去離島吃下午 亦都可以選擇付費在船上 然後再加一個茶 其實是否 可能我真的有些派對 或者我有什麼特別需要的時候 都可以request你們幫忙做 是呀 基本上我是做什麼都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是呀 你是叫廚師上來煮東西都可以 即是我要一個狗大鬼的 他都可以做給我吃 沒錯 你想吃我什麼咖啡都可以 嘩 是呀 我們身後面這個叫做周公島 是 英文名叫Shanchei Island 但為何它會叫Shanchei Island 以前是英式殖民地 是 那些外國人就在這裡玩日光浴 但是呢 因為周邊的村民反對 最後就把這個活動取消了 其實不是很適合人主 因為始終這裏真是一個荒島 你見到它什麼都沒有 只有沙灘 連水 即是最基本的淡水資源都沒有 基本你可能說去露營 在沙灘 玩一天是OK的 但是有沒有公眾的船 來到周公島呢 是沒有的 哦 那就要Caden你這樣駕船過來 可以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行程的珍貴之處 就是我們可以去到一些 平常去不到的地方 我們現在左手邊 就是為人熟悉的平洲 那這邊呢 就是梅窩 那些位置 明日大嶼它規劃就是 由平洲 周公島 交易洲 甚至乎去到梅窩 有一個三角色線 它就變成平地 你見現在我們周邊 還有很多人住的小島 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城市 即將來我們未必可以在海上 可能我們就是站在平地 之後在這裏 沒有錯了 可以坐在你旁邊嗎 可以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四 有超人 我這個 橡皮艇仔 去看日落落 你看看後面 以前有個外國人 他就和他的家人來這裡住 那時候還用180元租了整個島 不知道現在租多少錢 現在應該180元租不到 但我覺得這個島很好 你看看現在看過去 真的超美 日出我睡覺 日落我又未下班 所以我每次看到日落 都有一些感觸 原來香港這麼美 但我好像每天都沒有好好留意到 我準備好紙巾給你 可以有這麼自然的環境 最有些比較你平常不會做的事 其實已經很開心 那今晚我們還有什麼行程 今晚我們上船 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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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 Caden回來 接我們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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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方面 船上的開放式廚房有焗爐、微波爐、甚至有爐頭 所以可以自費買食材 在帆船上煮 Caden更加在船尾上 做了個BBQ爐 可以燒烤 好 有幸今天認識到你 對 哦 我幫你 我幫你 香港的夜景真的很美 燈色一開 因為我們也看到青凡彈橋 對 很美 以前還有提直士來放煙花 對 對 以前 這個是我近幾個月內 真真正正正 我感覺到自己有一個放假去小旅行的感覺 真的跟帆船本身很緊構的是 帆船也是很看天氣的 你永遠不像預期 但也會有一些意外的收穫 那現在我們距離日出還有五個小時 我們下去睡一睡 然後五個小時後 就上來欣賞一個很美的日出 他開始上來了 那裡啊 出來了 很美 他在山的弧形那裡 慢慢地出來了 終於都明白 為何有些人 那麼辛苦都要追去看日出 你看到日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唉 什麼都值得了 但是呢 也真心的 久違地再一次一起拍攝 其實是開心的 雖然我今天全天都暈著雪 但我也開心 有你們跟我一起 對呀 這個真的很開心 說說說想哭 沒有 很冷 對呀 還可以一起拍攝 哎 神經病 為何突然想哭 喂 支麥呢 支麥在這裡 沒有濕嗎 沒有啊 人家這麼慘的時候 你問我支麥 只要你 有時會用這個 去照片 可以 油 從 subtract 但是 要的話 可以 補個 Heritage 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